各位小朋友,跟标书一起读《试说新语》学文言文 今天标书给大家讲安保东山的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讲刘真常和许玄栋假装淡泊名利 被王羲之一眼看穿的故事 先跟标书逐字逐句解释原文 刘真常为丹阳影,许玄渡出都 刘真常这个人当时做丹阳市的市长 有一次,许玄渡出都 都就是当时的都城南京 出山了,进入首都建康,就留宿 就到刘真常他们家里去住一晚上 床为新立 当时刘真常 哎呀,看,哎呀,咱首都过来的许老兄弟给你住我们家最好的房间 这个床啊,围啊 古代的床啊,都是有四根床框 这个床框啊,可以用来挂蚊帐 或者是啊,床围布帘子 这个布帘子啊,都是用新做的,很漂亮 饮食风干 来,给他吃好喝好,都非常的丰盛和甘美 许玄,这个许玄渡啊,哎呀,这日子过得挺舒服的 若保全此处,书胜东山 哎呀,如果啊,能把这个地方呀 以后给我留好啊,比东山远远的胜出 书就是特别胜出的意思 东山什么意思啊 东山啊,当时谢太傅谢安曾经啊,年轻的时候不被朝廷待见 后来啊,四十几岁被提为大干部 当时啊,就是从东山出山 所以人家说啊,东山再起 就是说谢安能够从东山这个地方重新被启用去做官 这个意思 这个许玄渡说这个话意思啊 就说咱这个地方非常好 比谢安的东山要好太多了 挺不错的 这个刘真常说 哎呀,轻若知胸疾尤人,物安得不保此 哎呀,你老兄呀 如果呀,知道呀 这个胸疾啊 就是好坏的事情啊 都由不得人啊 随语而安 我啊,我怎么可能不把这个地方给您留着呢 随时等你过来 住在这儿 这里啊,标书要提一句 许玄渡出都 这个出都啊,是比较隐晦的说法 他不是啊,平常出来出差啊 从都出来 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许玄渡被从首都扁官到别的地方去了 所以就是刘真常就是安慰许玄渡说 哎呀,胸疾好事坏事都由不得他 你就到我这儿来 安心的住几天吧 不要当官了 王毅少在座 这个王毅少谁呢 就王羲之自毅少 当时啊,也在一起 坐了一起吃饭 王羲之啊,就冷冷的说 令朝许玉济谢 当无此言 就令啊,假令啊 朝复和许游碰到了 后继和谢 肯定不会这样说 这个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朝复和许游 当时姚帝在的时候 非常有名的名士 是真正的影士 这个姚帝啊,以天下让之 都不要,不要当官 不要当帝王 咱啊,就安安心心心的 做一个影士 钓钓鱼啊,喝喝茶啊 就可以了 他们是真正的影士 后继和谢 他们都是当时当官的 后继是姚帝时的 任继官 谢啊,也是帝姚的 同父义母兄弟 被封在商丘 是殷商的始祖 也就是说啊 如果当时 真正不当官的 这些影士 遇到了 在朝廷里当官的 这些闲人 他们之间啊 反而不会这样说 就啥意思啊 就是说你 许玄渡被贬官了 你刘真长 还在当官 你们两个人之间啊 说来说去 虽说不想当官 但是啊 总觉得有那么一点 酸溜溜的 不是真心话 这两个人啊 都是读书人 一听就听明白了 病友愧色 一起啊 脸上都挂不住了 然后跟标书 完整的解释原文 这个刘真长啊 当时是做 丹阳市市长 这个许玄渡出山了 进入首都建康 当时经过丹阳 就在老刘家住了一宿 哎呀 刘真长 非常尊重他 给他的床边上 围的那个布帘子啊 都是用崭新漂亮的帘子 吃的喝的都非常丰盛和甘美 这个许玄渡啊 哎呀 很满足 说哎呀 如果能把这间好房间啊 给我留好 那我在这儿待着 比当时谢安 待的东山还好 这个刘真长说啊 哎呀 老兄呀 你不要担心了 自古凶极尤人 这个当不当官 无所谓呀 我这个地方啊 永远都给你保留 随时你可以过来 住在我这儿 王羲之当时 也在现场 坐着一起吃饭 王羲之就冷冷的 对他们两个人说 贾令摇地势头 朝复和许游 这两个隐士 遇到了当朝的贤士 后继和谢 一定不会说这些话 说这些 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 这样的酸溜溜的话 两个人听了以后 哎 脸上都挂不住了 面有愧色 最后跟标书 完整的朗诵原文 刘真长为单阳营 许玄渡出都 旧刘素 床为新利 饮食风干 许曰若 保全此处 殊胜东山 刘曰 轻若知 胸疾尤人 悟安得不保此 王毅少在座 曰 令朝许 遇 寄谢 当无此言 二人 并有愧色 每天跟标书 学一个小故事 学文言文 学古文的翻译 读懂 天下之书 谢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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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